歡迎收看台式新聞全球現場 我是張寧 胸開小帶您關心到 公車司機疲勞駕駛撞傷了路邊騎士 台中是一名公車司機 開車開到一半 突然間整個是往右偏 擦撞了路邊的騎士 接著又追撞前方的白色轎車 警方到了現場 對這名司機進行酒冊 沒有酒精反應 訊後呢 他也坦承說 是自己太過疲憊了 市區公車哄喊通過路口 卻越開越往右偏 接著機車飲料外送員 成了夾心餅乾 整個人跌坐在整排停放路邊的機車上 公車擦撞機車後 還繼續往前衝 撞上林亭路邊的轎車 當時駕駛在車上 表示自己的太太去銀行辦事情 被突如其來猛烈追撞 嚇了一大跳 那麼多人在坐 當然會怕 當然不OK啊 沒有那個體力的話 怎麼可以呢 14號中午在北屯區 據從德路發生這起公車事故 肇事的公車司機向警方坦承 自己疲勞駕駛才會開到謊神 造成騎士左腳受傷 所幸經過醫院治療 沒有大礙 今天警方到場後 對於三方 均有十四九車 均沒有一九的騎士 他自訴是說他當時是謊神的 包含公車司機沒有注意前方路況 還有機車汽車 當時都不是停在停車格內 是否違規臨停等 詳細車獲得肇事責任 有待警方釐清 這裡是林佳銘 台中報導 透露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